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咱研究研究 满那咖啡是怎么发的假 忽然有一天 我应该第一次知道这个品牌 不是说我喝了他家的咖啡 是先从媒体的报道 造势上我知道的这家咖啡 情绪价值给满 那我要搞一个反工业化 但是结果是工业化 那它会把人意化成工具和机器的 我满足不了这个不可能生效 那怎么办呢 我的屁股要坐在哪一边呢 甚至说资本的回报里 其实掺杂着你个人的欲望 在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该怎么去处理 那这是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宿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你听到的应该是津津乐道 这期节目我们不放可以乱顿了 为什么呢 那天我们几个人纠结了一下 前段时间不是说 咱很多节目不在津津乐道里面耕了吗 但是我们突然又发现 你看科技乱顿 咱聊的很多都是什么 科技类的话题 对吧 科技热点算是 准确的来说 科技乱顿 我们聊的是信息化 或者IT科技 互联网这个方面的 没错 也不是广义科技 你那么多食品科技 中医科技 那不算 对 咱不懂 对 所以这边 津津乐道这边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说 你也别只聊科技 你看你们都创业是吧 这个商业方面的事情 是不是也能说两嘴 我们大言不惭的想了想 好像确实也能说两嘴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 就说两嘴 所以今天就我们俩人 就两嘴 没老高 你看 我们把老高给开除了 就留两嘴 在今天乐道里面 我们去更一些关于商业方面的事情 这算我们第一期 第一期 很难讲未来是个怎么个频率 不一定稳定 但是我们想 因为津津乐道 我们的主频道从这起家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内容都分出去了 对 显得我们订阅津津乐道的听众们 非常的孤单 对 我给大家 在那给大家录点讲 包括挖坑很久 那个通信大使机 那天老高又提了 他老想聊 这个我也在策划 都会放在这里面 这算头一期 咱已经攒了两期了 算这期 你看这期播完了 我跟老高 今天下午的时候 又录了一期 关于演唱会经纪的 都是说两嘴 都是两嘴 你看 那期没我 没你 但是那期是三嘴 我们请了我们友台的老段 跟我们一起聊 对 所以你看 那这期 我们我跟竹风两人 就 你们不知道 这个三个人聊天 和两个人聊天不一样 两个人的叫对口相声 两个人的气 三个人叫群口相声 三个人聊的很热闹 两个人的气氛就很微妙 有点说话的声音 都不用特别大 可以娓娓道来 三个人就是 你看就互相涉及到 想话的问题 没错 所以我们俩 今天慢慢跟大家聊 但是在慢慢聊之前 不好意思 我们第一期节目就有上单 而且不是上单了 我们帮我们 好朋友 说一个事 其实是稀土绝金 大家如果是做开发的同学 应该都知道 他们在6月28号到29号两天 在北京富利万利酒店 搞了一个开发者大会 他们请了好多大咖 什么Intel的 Google的 字节的 零一万物的 月之岸面的 反正你们听过的 AI的厂商 他们都会来 开了十个分论坛 讲前端的 讲大模型的 讲AIGC的 AGI的 反正都来了 还有很多创作者专场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他们这活动 不能让大家白关注 关注这活动 都可以在我这领免费的票 免费给大家发票 咱们要票 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 DAO160301 你加了小助手 你就说我要系统绝金大会的票 就行了 免费的票 先到先得 票也不多 就50张 先到先得 然后就找小助手要就行了 就这么一个事 那今天聊点啥呢 今天我们聊 最近非常非常火的一件事 非常火吗 很火 这个叫Manner Cafe Manner Cafe呢 这个咖啡的中文名 我跟你讲 非常的搞笑 它有中文名的 你看 很多人都不知道 新闻也都讲 这个英文的 MANNER 它不写中文 但是你知道 我国的法律 有时候要求 你就必须得有中文 尤其在广播电视媒体等地方 播出的时候 必须写中文 比如NBA 叫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那个至少还有一个标准的名字 你知道有些地方 那个招牌是要统一的 你知道吧 哦 对 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什么殡葬风 对 这种地方 开出一家Manner Cafe来 有可能就要求你写中文 必须写中文 还得是微软雅黑 不是历书什么的 那真是殡葬风了 要跟别人一样 它的中文叫什么呢 叫慢乐 慢乐 慢就是快慢的慢 乐就是乐令禁止那个乐 是那个乐 悬崖乐 不是快乐的乐 对 我想这个是福建人起的名吧 但是他们的创始人 其实还真不是福建人 江苏的南通人 南通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 它和上海是贼近的 基本上跟上海文化是一脉相承 对 我感觉南通我没去过 但是上海周边的感觉就有点像 北京的顺意 反正 就是虽然不是一个城市 但是它离得很近 它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可能跨条河就过来了 就是那种文化相通 但是又缺乏地域认同 顺意的人进城都说去北京 他不说进城 他说去北京 对 那上海人就会说南通人都是乡下人 对 差不多 这不代表本台观点 这周峰自己说的 对 这个创始人叫韩玉龙 咱先说什么事 就是最近网上流传两段视频 好像是在同一天流出来的 我看到的顺序是 第一段视频是一个监控摄像头视角 也不是顾客拍的 这个底下有两个店员 有一个女店员 用我不知道是咖啡粉还是咖啡渣 他一下泼到柜台外边一个顾客脸上了 对 这是一个事 这事就很震惊 后来就又看到另外一段 是外边的一个顾客 跑到柜台里去打人 一个是被打 一个是打人 反正就是这么两段 就是冲突都是 对 而且很近 然后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就爆了 持什么观点的都有 有的可能就是站店员 说电员的工作压力确实是太大了 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崩溃了 你看拿咖啡渣泼顾客 但是你知道拿咖啡渣泼顾客这件事情吗 第一个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他们这个咖啡没压食啊 他可能是倒出来的吧 有可能就是掉磕出来的咖啡 不知道啊 但是呢 从网上呢 第一就是有站店员的 这个论断要来了 我们经常会看到 就是自本家 站店员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啊 也很震惊 你看咱们建了这么多服务行业了 这个人这么干肯定会丢工作的 对 你别管他因为啥 那他干出来了 就证明当时 他不在乎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时候有多激烈 对 所以那肯定是他受委屈了 这个一般人都会这么想 对 而且毕竟是店员 尤其这个泼咖啡渣这个视频啊 传的比较广 是店员首先发动的攻击嘛 嗯 大家就更加会 占这个 电员这一侧 因为就像刚才某老老师说的 这得受多大的委屈 我工作都不要了 我都要干这一仗 对 对吧 你一定是给 这就跟咱们 听友们 你们上班的时候 你们的老板 嗯 欺负你们 你站起来给老板一个嘴巴 哎 这事你干得出来吗 那肯定没工作 肯定就工作 哎 但你要真干得出来 你反过来 换位思考一下 这事得多大 哎 就像前段时间 那个复旦的毕业生 打院长那件事情 那个事 哎呀 那个事非常有意思 对 那个还有别的 对 那还有续 是吧 但是能聊 那得合并之后 咱们再聊 对 嗯 站电源的多 然后呢 那种轮电就来了 疯狂的资本家 是吧 你看把电源都压成这样 哎 对 对 当然了 还有一些朋友呢 就会说 是不是曼那 现在疯狂的扩电 导致了管理跟不上 那他就更上一层啊 去分析 这件事情 反正听了 很多很多的这种 大家的分析也好 观点也好 当然也有说 顾客这边的 你是不是过于的 可特了 我看那个视频了 我看的是这个被泼的 大家就那段印象深 对 我还真没觉得顾客过分 是因为那个顾客 看起来挺平静的 你看他被泼了以后 他也没有冲过来 你看 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他面前柜台上 一片的杯子 瓶子 那如果几眼了 我全给你葫芦叠去 那个顾客完全不动手 对 就是在那讲 嗯 我觉得 靠嘴 对 还是咱们 很上海人 上海人民非常的文明 对吧 是 特别好 幸亏不是东北 你瞅啥 对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吧 然后呢 网上这件事情呢 就争论比较大 各种奇迪又都出来了 所以我就说跟某个老师咱俩聊聊啊 这个Manner咖啡 咱研究研究Manner咖啡 是怎么发的假 怎么气了 因为在此之前 说实话 我跟某个老师一样 不知道这个品牌 但是突然有一天 我应该第一次知道这个品牌 不是说我喝了他家的咖啡 是先从媒体的报道 和造势上我知道的这家咖啡 小店面 做便宜的精品 哎 知道了 然后紧接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北京就有了 我喝的第一次Manner咖啡 我印象特别深 在华茂 这么高端的地儿 哎 我当时我就惊了 我说他不是在成本低的地儿 开小店吗 这怎么第一地儿就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店 反正我第一个见到 就华茂了 这个可能是这样 不同的连锁 在进入北京的时候 会选择不同的姿态 有的时候会延续他在 比如说其他的城市 上海广州 或者其他的二三线城市的那种 微店大员 农村包围城市 有的时候要快速建立一个形象 他就选那最高级的地儿 是精品店 这是你听到的 对吧 你知道我听到的是什么吗 华茂那个地儿 你会看见所有的拿到投资的 连锁商业品牌 在里面都有店 那身边都是投资人是吧 对 因为他们的投资人 都在那个楼里 这个事让我想起了 一个非常搞笑的事 百度上面不有广告吗 这个咱都知道对吧 比如说我是一个厂商 我在百度投了广告 百度会干一个什么事呢 定项 悄咪咪的把我的办公室 出口IP收集走 然后只要判断是我的人 我这的办公室的人 去访问百度 他把我自己投的广告 展示给我看 这时候老板就很高兴了 你看有效果 老板上班的时候 打开百度一搜 看见我们公司 看我们市场部做的不错 一天到晚 全是我们公司广告 甚至是市场部 跟百度的人配合干的 这件事 市场部是一定是默认的 他们可能也知道这个事 否则这IP怎么收集的 对 然后这个就很高兴 这个事呢 再往前是谁干的呢 分众传媒 对 这太熟了 分众传媒 分众传媒在每个写字楼里 都有电梯里的屏幕 他把写字楼里的人投的广告 全投在你脸前 对 这个事呢 我也不知道这些广告主们 到底内心深处愿不愿意接受 反正是情绪价值给满了 对 这不是同一个故事吗 车远了车远了 咱就说回Manner来 这个Manner可以简单给大家说说 算是发家史吧 但是这不带褒贬 今天我们提Manner这个事 没有任何的褒贬 刚才某老师说了 这个品牌创始人呢 叫韩玉龙 我一查这个名啊 我就乐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跟小宇宙的CEO名字就差一个字 小宇宙CEO叫书玉龙 我说这哥俩F对姓不一样 我以为你要说罗玉龙的 然后这哥们啊 既不是学咖啡的 也不是学食品的 这哥们你们猜是学什么的 学兽医的 他大学毕业之后呢 先接触到的是摄影 一个典型的文青 真文青 是吧 而且摄影往咖啡拐 好像挺正常 挺正常 你看一般都会 摄影玩一玩呢 紧接着可能就会研究研究咖啡 但是这哥们研究的深 咱不得不说啊 人家一研究就不是说 我浅尝气质 不是 人家去甚至去上了很多 咖啡学院的这种学期班 深度的了解了这件事情 然后这两个事情呢 一凑 说不行 我回老家江苏南通啊 我开个咖啡馆吧 你看这又是文青 要爱干的事是吧 他这个太文青了 你这咖啡馆叫普罗旺斯 我这个妈呀 那年可能是回到普罗旺斯 那个有树正火的那年 应该是 什么时候呢 2012年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 然后呢 这个咖啡馆特别有意思 他把他两个爱好啊 给凑一块了 摄影和咖啡 结果呢 这个店就变成了摄影主题的精品咖啡馆 挺好 其实你看挺好的 他有摄影能够传播 对吧 因为那时候互联网也起来了 也能传播 然后很快就把自己个店做成一个网红店 但是啊 你看看那是哪年 2012年 2012年实际上 我们还没有网红店这个概念 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小有名气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可以在网络上爆发的这种 外扩的这种能量没有 没有 对 而且呢 江苏南通其实大家也知道 刚才某老老说 虽然他文化相同 但是他并没有说 咖啡在那也能卖的很好 对 这种情况呢 其实一直在困扰着他 南通没有这种咖啡文化 这个店呢 与其说是一个网红店 咖啡馆 其实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摄影工作室 他可能会接一些摄影的活啊 这些店里 反正就是一个维持的状态 对 讲到这儿 大家可能形象中就是一个瘦的 留个长头发扎个辫子 扛着长焦相机的一个人 你别说我看他照片还真有点像 但是没有这么长的头发 但是确实是瘦瘦的那种文艺 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讲下去的话 下一步他应该到达大理 没想到他去了上海 就证明他还是想做生意 生意人 我觉得长三角这一代的同学们 真是挺牛逼的 这些人都是生意人 他愿意往生意机会更多地方走 不是南通没有咖啡文化 上海总有啊 对吧 上海我去上海 然后他去上海 第一件事没有开店 他先应聘了一个 在上海开店的一个德国的 精品咖啡店品牌 他在里面啊 当了一年的烘焙师 这个咖啡店 叫 CAFE 那个E有个品 不管怎么样吧 大家知道这个叫 这个怎么读 Cafe还是Cafe 不知道 就是这个词啊 我们有请狗叔 帮我们读一下 对 就是简单的普及一下 就是如果你这个店叫Coffee 它就是卖咖啡的 如果叫CAFE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啊 它就是卖减餐的 所以它才会有烘焙师 这个是小餐馆的意思 但是它不是咖啡的烘焙师吗 那不一定 它是小餐馆 它里边可能会卖三明治啊 卖减餐啊 意面啊 这种玩意儿 这个是大家在外边找着店 如果看这有两个区别 可能都翻译成咖啡馆 然后卖的东西不一样 明白了 那反正他在这里干了一年 但是呢 一直还是想自己开店 对 很执着 一年之后 他确实离开了 自己开了一个店 这个店就叫曼南咖啡 他找了一个非常小的店面 就是一个街边 大家如果经常去上海就知道 他经常一个店拆成两个店 这么开 这边卖大米油条 那边可能就卖咖啡 他就找了这么一个店 就两平米 弄了一个外卖窗口来卖咖啡 这个特别像那种日式的风格 是吧 有 布帘子 对 那个布帘子 然后反正我给你打咖啡 对吧 他那首家店 现在网上还能搜到 还在 是一个蓝色的棚子 对 那点店还在 但是他这次 我觉得做的特别好 他吸取教训 你看生意人 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他吸取教训是什么 当时他那个摄影主题咖啡馆 他有经验教训 当时太高举高大了 就是文青范 对吧 我估计咖啡他也不便宜 精品咖啡 他都有自己的逼格和定位 对 是吧 这个客单价太高了 这可以插一下 其实我们 大北京也有好多这种精品咖啡店 单店的 对 这些单店咖啡呢 一般都在七八十块钱一杯 喝不起 这个水平 当然了 一会可以讲讲 因为我过去还前两年写了一篇blog 上边讲两种咖啡的区别 你还喜欢这个 后边可以跟大家说说 但这种店呢 确实是活得比较苦 你看他逼格贼高 但是他你去那喝一杯咖啡 给你要七十块钱 甚至还有两三百的 就是那碳豆子 你如果是咖啡爱好者 你越去一回你就觉得心疼 对吧 谁会日常的当这个 他不会当这个口粮咖啡喝 对 但是往往街边上卖的所谓的口粮咖啡 什么疤 什么敌 什么性 可能有很多人对咖啡有一定追求的人 又觉得他太low 对 他这个manner可能找到了一个 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就是他做的是什么呢 叫以快餐价出售精品咖啡 我便宜 一杯咖啡 我十块钱 十五块钱 我自己带杯 他还能减免 这个减的还挺猛 对 一开始减五块 据说某老师那天去采访 现在变减十块了 对 真的是 我刚才问他 我说要不我卖你俩杯子 你给我二十块钱 有点坏 绕着 但是果然啊 在上海 大家吃这套 因为上海人民 大家众所周知 对咖啡还是有一定追求的 对 这块可以插一句啊 就是我在店里蹲着 看了一会儿啊 自带杯的人非常多 因为他捡的钱很多 而这个自带杯这个动作 很微妙 你感受一下 就是当我带着一个杯子去下楼 去买咖啡的时候 我不会再去瑞幸或者是什么地方 我杯都拿好了 我都带了杯了 对 我一定去他们家 对 这是一个反过来增加了年性 哎 像是一个消费之前的 我们经常学这个消费心理学 一个仪式感的一个构成 对 就好像你说我去逛超市 嗯 我带了一个大锅物袋 哎 那我现在难道拐弯去喝个咖啡就回去吗 我的袋子都带了 那我一定得去一趟 对 就这个感觉 哦 有道理 然后呢 这件事情 我觉得啊 这一步他确实是做对 他可能没有想到 他当时可能就是一个优惠的 抓手 是吧 我反正能跟你见面 但是就我刚才说的 上海人民对咖啡 确实他有追求 而市场没有满足 这个需求 就是便宜又好的咖啡 所以他一下子就把这件事情做起来了 这个单店就火了 据说他第一天营业额啊 就一千块钱 不少了 就这么一个小店 谁敢你敢买吗 让你 对 相当于他卖了一百杯了 就一百杯了 然后紧接着通过社交传播 大家口口相传又来了很多人 他这个店很快就做起来了 后来他又开了很多店啊 他宣纸特别精神 就是足够小足够便宜 最好就是这种切别而跌 而且旁边最好还有别的咖啡店跟我对标 哎 旁边是个星巴克啊 或者旁边有一个其他的精品咖啡 我对标 大家一个 哎 这十块 那个三十 他这个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他当然他总说他是精品咖啡 他的咖啡机和瑞幸显然不同 对 瑞幸是为了效率 一键 出咖啡 但是瑞幸里头也不是雀巢那种玩意儿啊 那只不过把里的流程化了 对 然后他这个咖啡机和星巴克是一类的 嗯 好像牌子都一样 嗯 就是那种你打完粉 到那个玩意儿拧一拧 压一压 然后装上去 嗯 一摁 哎 他出咖啡 哎 你这北方老就是不明白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叫半自动咖啡机 啊 对 就是说半自动 然后摁完了出一小杯 对吧 嗯 然后灌进去 哎 然后还要拉花 嗯 拉花呢 他为了解决这个拉花问题 他上面那个盖子都设计的是透明盖 嗯 你看星巴克那是白的 哎 对吧 星巴克也给你拉 你看不见 嗯 然后透明盖盖上 挺像那种 哎 看见他 对 但是我跟你讲 他好喝不好喝呢 不好喝 啊 是吗 你觉得不好喝吗 跟星巴克一样 如果你觉得星巴克 你说买错了 就是你觉得星巴克好喝呀 嗯 那他就差不多 哎 那你应该是不是有点问题 当然这个是这个个人角度啊 哎 对 咱不能说这个 不能说人不好喝啊 对 嗯 他的这种半自动咖啡操作过程和锐性比 因为我不觉得他跟星巴克比不公平 星巴克那个有店面 嗯 已经提供空间了 哎 他跟锐性比 只是让你感觉到他仪式感了 哦 只是让你觉得他好喝 你没有感受到那种从味道的角度非常惊艳的那种好喝 没有 没有 我甚至觉得锐性的那个标准机器化的操作 他会更准确 做的火候会更好 火候可还行 他这个的因为粉是手压的 嗯 可能有松紧不同 反正做出来以后我没觉得有什么区别 他比较依赖于咖啡师的操作 因为他半自动的那部分就是装粉 嗯 对吧 对 装粉这个东西肯定有不同 对 装粉压粉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啊 他就是让你显得不一样 你感受是哎 半自动的 手工的 好喝 嗯 但是你你把这事都挡着一眼 你都挡着你盲测一下 也就那么回事 OK 这是你的观点是吧 但是我之前啊 我有一段时间还经常喝 喝满点 嗯 我是明显的能够区分出来满点的味道 确实比锐性肯定是要强 它的韵性的差别是什么 嗯 它的粉放的多 浓 它的意思 它的咖啡因更重 OK 锐性呢 可能是为降低成分啊 弄一点豆 它它多 哦 嗯 所以它做出来那咖啡上面那个油 嗯 油脂厚一点 它比锐性要厚 嗯 锐性那个浓淡 特别像星巴克的冷脆 OK 就是那种很透亮的感觉 对对 但是它这个浓 哦 这我下次可以去比较 比如我都要一杯 那个浓缩 可以比比看 是吧 哎 反正啊 咱再说回来 它这个创业史啊 它这一下子 它其实就火啊 那咱就扩张吧 咱就开店吧 但是当时其实也没啥钱啊 他们呢 就勉勉强强的吧 开了三家店 啊 开了三家店 基本上 开很慢的 15年到18年 一年开一家吧 嗯 啊 才开这个三家店 基本也就是靠着大伙 口口相传 就在上海就火了 嗯 啊 这三家店 反正周围的白领啊 什么 基本就不会选择什么星巴克呀 之类的 甚至当时流传出来一个传闻 叫什么 只要有一家曼那开在星巴克旁边 这家星巴克的销售额就会下降三成 也不知道这家啊 这个我真的相信 是吧 你去曼那看它操作 嗯 和星巴克一样 OK 然后价钱便宜 是人家三分之一 嗯 这你肯定选这个呀 而且这些写字楼的白领 可能也不会坐在那喝 都是拿走 我拿走去星巴克里坐着呀 哎 有道理哈 又不会赶我 对呀 这多开心呢 对不对 对 哎 这个时候 你看这么多人关注了 啊 这个 听上去很牛逼了 这个时候 资本 就介入了哈 这个这个文件味儿 人家可就来了 特别好 来的合适 哎 你不能 你一提资本 这词好像是个变译词 就成变译词了哈 这大家也都知道 在我节目里资本 它可不是变译词 资本家 这个时候出现了 哎 这个时候就中兴了 对吧 哎 对 所以呢 到20 谁来了呢 18年10月的时候 就来了一家 大的资本家啊 这个资本家 大家都认识 嗯 也不一定大家都认识啊 嗯 讲一下这个资本的 背后的故事 嗯 这家叫 今日资本 今日资本呢 非常有趣 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今日资本的这个发家史 本期节目约三个小时 没事 我们就闲聊吧 嗯 今日资本呢 就是徐欣 是我们投资圈 比较少见的女性 哎 今日资本最出名的 应该就是京东 嗯 京东我记得当年 有一个说法 说不离不弃的 反正就是 当别人都不支持 他自建物流的时候 只有今日资本 在支持他 一直走下去吧 对 这个京东之前呢 其实还有一个case 是网易 哎 嗯 当时丁磊也不行了 互联网泡沫快破灭了 哎 别人投资人都不接盘 就是他坚持着 跟丁磊在一起 嗯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些 说他这个徐欣 是个什么样人呢 很 叫什么 讲一气 还是叫什么吧 嗯 为什么呢 就是大姐大那感觉 说他支持刘强东 嗯 这个 支持刘强东啊 是因为 刘强东说了一句话 嗯 叫什么 刘强东说 我要钱 我要先给兄弟们发工资 哎 对 之前在支持 这个丁磊的时候 嗯 也是因为丁磊说了一句话 嗯 丁磊说 我要给投资人赚钱 嗯 你看 因为 对 帮股东赚到钱 我想开最好的网络游戏公司 这是丁磊说的 哦 很有理想 对 你看这两个 这两句话呀 当然这个是 肯定有演义成分啊 嗯 这两句话表 表现的是什么呢 表现的徐欣 是很讲义气的 嗯 而且你表现出来 你为别人着想 哎 那我就要为你着想 嗯 这是 很大姐的 红色资本家 对吧 啊 当然徐欣这个人 过去的历史也非常有趣 嗯 他是66年出生的 啊 家里头 七八个孩子 都上技校了啊 嗯 就他 说不行 我要上高中 哦 他在 成都吧 还是重庆 我忘了 嗯 反正四川啊 就他上高中 那那时也没有 数学大赛啥的 那几个孩子 那个时候就讲 他六几年出生的呀 那是什么时候啊 嗯 对吧 那时候可能技校还算不错 还算 当然算不错 对 他选上高中 其实不是个好选择 嗯 但是最后呢 他又上大学 上了南京大学 嗯 后来分配工作呢 来北京 在银行 当会员 哦 因为他表现出色 银行当时有一个 中外合作的一个注册会计师的一个项目 哦 就一个名额 考这个注册会计师 对 说那时候的注册会计师跟现在不一样 要考18门课 现在考其实也挺多 也挺难的 啊 但是现在人太多了 可能就卷了 啊 对 是 那时候很少见 嗯 他考完了以后呢 就又跳逃了 又去了一些投资机构 就走上了 算是投资行业吧 明白 嗯 嗯 当然了 我们讲这个大佬的成长历程 嗯 大佬们自己都说自己年轻的时候 对吧 是 实际上苦 是 其实他爸那是中国重器的董事长 哈哈 这没说 这才是重点啊 不能说 这你自己哪能说呀 对对对 就像比尔盖斯从来不说 他爹是IBM总是一样 对对对 总说那个DOS那个单是自己拿的 这个大家出了门就不要乱说了啊 啊 对 我们还是相信 这期节目听完就杀了 是这意思 我们还是相信别人这个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啊 哎 好 对 很正能量啊 对 我们说回来啊 18年 其实资本给就直接给8000 嗯 嗯 这个时候数 低比啊 就是8000万 嗯 对 然后就扩张吧 嗯 先扩店面 是吧 以前这两平米不行了 咱扩到30平米 哎呀 哎 然后呢 这也花不了多少钱呢 呃 它可不是按平米数加的 你换一个二三十平米的可能就在商场里了 它跟那个街边链可不是一个足迹啊 哦 对对对 对吧 你这不一样的 不是原地扩啊 对 拆了是吧 然后呢 在19年下半年就开始增门店了 嗯 哎呀 慢慢的就扩 嗯 反正到现在吧 这个扩多少加电呢 大家都可以从网上查找 反正又是扩面积啊 它既横向扩也纵向扩啊 纵向呢 咱扩店 横向呢 它扩品类 还有什么烘焙店啊 什么 就是 星马克那套嘛 就是它也有什么精品店啊 烘焙店啊 这些东西 还卖卖餐啊 所以这个我感觉啊 嗯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它这个过程 应该是中间也有过探索和迷茫的 对 就是如果你真的认准了 这个东西回报率超高 它是不会横向扩大 嗯 你没事给瞎试探别的品类 给你供应链增加一些奇怪的压力 对吧 嗯 所以它可能中间也是有犹豫的 就是要不要扩大 哎 对 扩大变成多个业务线 嗯 但是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跟资本房之间的缠斗 对 对 因为资本房肯定要求你扩大规模嘛 对 我上市 甚至会有一些对赌 嗯 对 你要是在一个两屏米一两屏米也定开 那资本房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那个时候 瑞幸是不是已经起来了 嗯 差不多同期吧 嗯 瑞幸会晚一点 瑞幸 瑞幸那波完蛋是哪年来着 我都忘记了 嗯 大家可以去查我们历史节目 录这期节目 应该就在不久之前 应该比他们要要晚的多 对 但是当时他其实没有走出上海 在全国比如说像咱可能只是从媒体报道上看到他们 他没有扩出来 但是我能够看到他的时候 确实就是咱们 其实是疫情那段时间 我才在北京看到他们的店 你看他冒着疫情开店 我觉得这也挺牛逼的 你就从这一点上你能看出来 他这个开店扩张的压力有多大 嗯 到现在吧 这个曼德尔咖啡现在估值啊 已经十亿了 十个亿了 哎呀 应该查查瑞幸现在估值多少 嗯 到底他们 瑞幸最近长得很厉害哈 啊 瑞幸又晃过了 一会咱们聊瑞幸 一会咱聊瑞幸 那这几家都要比一下哈 当然了 这个话咱就说回来了 你说他这么扩张 这里就会有先生一见的问题 我快速扩张 我又坚持清品咖啡 就像刚才某个老师说 一到店里面 咖啡是挨个给你做 嗯 第一出餐的速度 出品的速度 他保证不了了 对吧 第二 你人员的培训怎么去跟上 这里其实都会有大量的 你要去做标准化 要做SOP等等 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事情 但是在这样快速扩张的一个背景之下 你能不能撑住这件事情 其实很难讲 因为他卖店就是精品咖啡嘛 对吧 你人员的培训投入 这些成本肯定是要比瑞幸等等 这家店要高的多 对 他其实走的是一个反工业化的路 没错 这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讲工业化的目的是标准 就是当我产出的每一杯咖啡 味道都是一致的 甚至这个水量的多少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 就是那些全自动咖啡机 现在是怎么做的 像瑞幸他们 因为我之前认识他们开店的人 我后来研究了一下 他的比如说粉叶笔 打多少料 放多少水 压力多少 这些参数全是远程配的 他会改 但是他一改 全国所有店都是一致的 改完了 你咖啡师干的事 他都不叫咖啡师 他叫营业员 他干的事情就N一间 对 就出来了 你们知道瑞幸当时造假怎么造吗 就是靠这功能 瑞幸当时这么干 大家如果常点瑞幸的话 就记得他有一个单子 那个单号是累加的 12345678 对 可能加到七八百都能 比如说这一天单太多了 他又从一开始加 对 他当年造假的时候就是跳 从一比如说下一单就是七了 再下一单25了 再下一单36了 这么跳 多记账了吧 对 然后人家这个做空的机构怎么弄呢 就跟着门口蹲着看 然后你卖了十倍 然后捡那票 一看票都二百了 你不就是做假 你也做假了吗 对 是这样 但是它是全自动的 它是一个全远程管控的 但是瑞幸这种呢 就是标准的工业化路线 它 Manner呢 找到了一个反工业化的路径 这个意思是说 我 还是要保证 结果的可控 因为结果可控是消费者想要的东西 是 但是从感情上不太好接受 那我要搞一个反工业化 但是结果是工业化 那它会把人异化成工具和机器的 就是那个全自动咖啡机的活呢 人来干 人来干 对 对 所以它的对员工的培训 其实要比瑞幸强 强度非常大 要求也高 对 但是你要让人来保证 像自动咖啡机一样精确 这基本做不到 这个时候这个人 注意啊 这个人他是有情绪的 他要疯了 他要破咖啡粉了 是吧 所以这一天 他一天可能也卖不少杯啊 Manner的客流量还是挺大的 他这么去做 一杯一杯的做 你一天一杯行 两杯行 我可以带着笑脸 还能跟 他要求还要跟那个顾客聊两句 他是有这个要求 他聊两句的话术都是SOP 对 他要求还得聊两句 但是一天你做三五百杯 你最后就异化成打螺丝的了 对 就是电子上打螺丝的了 所以我跟你讲 我去采访的过程啊 我跟你说 那天特别有意思 我们说 我们来聊一聊 Manner的这个事吧 我楼下有一家啊 我就溜的 高级鞋子了 没有人 首先没有人 为什么 不知道呀 隔壁是轰轰的 隔壁就是瑞幸 看来北京人民真的对精品咖啡不太买单 对 我昨天跟他聊 我站那 我说来杯咖啡 然后坐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最近你挺火呀 但是最近出了一把名了 我当时就在想 这个有点意思 Manner咖啡出了这个舆情事件 对于店员不是坏事 如果他是靠卖东西提成的话 现在知道了 是一个营销行为 那这个事对老百姓来说呢 也喜闻乐见 大家还八卦一下 吃个瓜 这事也不知道谁倒霉了 好像没人倒霉 可能就泼一身咖啡 那个大姐有点倒霉 那个大姐承担了所有 对 感觉是这样 然后我跟他聊 我说你们这个是不是累啊 他说是 真累 然后他主动跟我说 他说你看我们这店就我一个人 他一家店就是一个人 就一个人 他这家店什么什么规模 那瑞幸人都比他多呀 瑞幸隔壁四个人 对呀 他他贼清楚 你知道吧 我说你们这店就就你一个人啊 他说对呀 你看我从所有连搞卫生 带斑豆子 带做咖啡都是我 我去 隔壁瑞幸四个人 他他跟我说 你问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瑞幸呢 那这个我后来来别人了 我就没问 这是聊到这儿 然后我就看这个店的布置啊 他不像瑞幸是 瑞幸是门口厅里边简单给你放几个椅子 你愿意坐就坐 反正不舒服 对 然后瑞幸是很乱的 对吧 桌面上 你看我们楼下那个瑞幸特别人特别多啊 桌面上常年五六十杯 在那排着 对 侧面就是垃圾桶 而且那个大号的那个室外那种 对 但是Manner不是 Manner的垃圾桶 我观察了 在柜台下边 藏的很深 他把外边打造的非常干净 是那种很精品的样子 OK 20个座位 这一个店 7个摄像头 7个摄像头 盯这一个人 5个盯他 另外两个是盯店 无丝角 360度 我怎么这哪是360度啊 这那1000多多 361度 对 这个盯他的五个摄像头里边 三个固定的 两个泡泡的 还能转的 对 我仔细观察了 他的动作完全没有多余动作 他就是 比如说现在那个人不多啊 他做咖啡 他就一直在擦东西 一直在擦 擦完里头 一会从里边出来了 擦擦擦椅子 然后回家又开始擦里头 那就是一个机器人啊 一个工具人啊 对 在这个摄像头 可能还有点人工智能之类的东西的 监督之下的工具人 然后我跟他聊天啊 我说你没自带杯 你这杯子值10块吗 他说不是 我们为了环保 我们倡导环保的理念 我操 这个特别 我们倡导环保的理念 所以我希望别人自带杯 所以自带杯就5块 我当时特震惊 我没见着自带杯能省10块的 对 当然我是点的是用他的杯啊 然后我又问说 你们这豆是有可选的吗 他说你看我们选的 我们默认是这个豆 你也可以换成这个豆 加钱 加钱他都没说 然后我就站在侧面 能看上咖啡机里边 我就看他给别人做 动作很快 很熟练 摩豆摁两下 这个转一下摁一下 拧上 然后啵哔啵 跟我天早日在家干事 没什么区别 对这套流程跟 反正我觉得比星巴克的快 星巴克还人多了 还手低手呢 对啊 这个真的是从手到尾 就一个人干嘛 完全 星巴克不可能是一个人嘛 对 星巴克人多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 待遇怎么样 没问 没来得及 我就有一些话 我没好意思问 比如说你为什么不跳槽呀 你这能挣多少钱啊 之类的 没好意思问 但是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网上有很多评论说的是对的 这个太压抑 太压抑了 就是你知道 干活这个事啊 一个人和两个人是有质变的 对 因为两个人他像是在 一个团队 是他有社交 一个人 你就是纯干 而且这个纯干过程中 你知道上面有五个扇头在盯着你 你不能有多余动作 你不能说 今天没人 我坐会儿 不行 有可能不行啊 但是咱这个不知道人家具体的制度 然后来了顾客了 你要强打的精神去想回忆你那个标准话术 对 他编准话术一定是说 他请聚一下 顾客可能问你的问题 你怎么回答 对 一个人的这个压力挺大的 对 但是今天我做这个提纲的时候 我在想一个事情啊 一定会有听友来问 他获了这么大多家店 而且这些店似乎都越获越贵 比如像你这个高级写字楼里 是吧 或者刚才我说在华帽里面 在这种高级的商场里面 那他难道不能继续扩 评效非常高的两平米的小店 我都开小店 全国开三万多个两平米的街边店 是不是也行啊 这个可能跟城市有关系 北京的话 我恐怕没有这样地方 北京你能开出街边小店的店 没人喝咖啡 都是城乡结合部 对 对 这个我做了一下研究 我发现这事好像还真不行 我觉得有资人的这个禁止调查 是不是有点问题 他是不是会觉得高品效这件事情 可以复制啊 后来发现复制不了 为什么 上海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市场 特殊在哪 他可以像没有上下水的稳电 发卫生许可证 这在很多地是解决没有的 你至少要有上下水 我才能给你 你这地才能做餐饮 我觉得这不能叫上海的特殊 我觉得这是上海的发达之处 对 发达也叫特殊嘛 就是跟其他地区比 对 既然没有上下水的电 人家可以保证 他自己的卫生治疗 对 那你为什么不发症呢 对 实际上是可以的 上海至少给你打了样了 是 但是他就是不行 所以当他在全国扩张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方法不work了 提高评效的方法不work了 那既然评效提高不了 我又不想降低我的咖啡的水准 不想做成瑞幸 对吧 那唯一一个可以卷的 好像就是咖啡师了 嗯 这件事情 最后好像是 你既然要撑高估值 要上市 那似乎你能干的事情 也只能在咖啡师和人效上 注意啊 人效不是平效了 这个时候 在人效上去卷 所以就造成了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Manner的电 就是一个电源 有大一点是两个 我是没有见过更多的 他确实好像在这些连锁咖啡店里面 他的人力成本确实是最低的 嗯 对 因为他只能卷这一侧了 嗯 但是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点 我在哪听到的 就是他的豆子的成本也是最低的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点 嗯 他只是假装我自己是晶品 他在表演一个精品咖啡 那他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吗 我相信不是 对啊 不然的话他一天就 第一天就卖了一千杯 我觉得那些人也不会是傻子 尤其是在上海 对 这一定有一个转折点 嗯 那是不是就是资本进来之后的 这个转折点 这就赖虚心 但是 哎 有但是这里 必须要说但是 对 嗯 你说吧 其实今日资本 我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或者证伪 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什么 但是呢 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 在中间 今日资本居然退出了 哎 你们知道 今日资本投的项目 基本没有说半途我不干 我走 他只能 他一般都是往里追 继续往里跟 对 但是我不跟了 我走了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当时他们退的时候 甚至还劝过这个创始人韩玉龙 事实退出 当然韩玉龙没有听 对 这个地方就有点这个 不知道啊 因为没有人站出来 至少参与的人 没有人站出来说 嗯 发生什么事了 对 但是呢 今日资本是在什么时候呢 嗯 2021年 嗯 有一种说法是说 创始人 嗯 叫什么来着 韩玉龙 韩玉龙 坚持他自文青的理想 嗯 想一直做精品 嗯 不想快速扩张 哎 而 今日资本 作为这个 投资方的代表 投资方 嗯 他希望他开始 铺量 嗯 产生了分歧 嗯 就退出了 也就是说 创始人其实意识到了 我这个精品和这个铺量 这件事情 我没法同时打上 对 但是 这时候 资本方 嗯 觉得搞不定 你不听我的 我就退了 嗯 反正也没赔 还赚了 嗯 退出了 嗯 但是呢 这种说法 我一个字都不信 哦 为什么 那你觉得是什么情况呢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一个字都不信 因为今日资本退出之后 他才开始的大规模扩张 哦 这事就不对 对 他如果是 他当时坚持 今日资本是坚持扩张 他坚持精品 那不应该今日资本退了 他反而去扩张了 对 嗯 另外一点就是 在今日资本退出之前 嗯 他把今日资本的一个投资经理 嗯 介绍进 Manner Cafe 哎 做CEO 对 也就是说CEO本身就是今日资本的人 嗯 他怎么会和资本方产生矛盾呢 对 这个投资经理叫金彬彬 对 嗯 注意啊 这个公司的实际在操盘的人 并不是创始人本人 嗯 而是今日资本的一个人 对 他以 他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 但他不会加入以后就和老东间闹饭吧 对 还是投资方 所以这个事 肯定不对 嗯 那我们看今日资本为什么退出 这是引一个岔头 哎 非常有趣 嗯 就是今日资本投资 徐星有这么一个风格 就是他是朋友圈融资 哎 他投谁 完了以后就拼命的在自己这些投资人朋友脸 去介绍这个项目 嗯 引人进来 嗯 这是他的一个风格 嗯 那他这次引了谁呢 好几个 什么H Capital 嗯 不知道 嗯 这个Culture不知道 嗯 大马西知道 哎 大马西是新加坡的 嗯 新加坡的国资 嗯 对 龙珠资本 反正也不认识 嗯 大概就是他们都投过非常多的明星项目 什么中学高呀 什么叮咚买菜 洗茶 Keep呀 哎 作业帮啊 对 大马西那就不提了 对吧 嗯 然后 今日资本在这个咖啡这个Manner里边的持股比例 嗯 比创始团队都高了 这个时候是2020年底 对 注意啊 马上他要退出了啊 嗯 年底的时候还增持了 哎 然后2021年 叭击 走了 走了 嗯 赚了 赚了 嗯 因为他把朋友圈的人拉进来 把这个估值退高了 对 我再找下一轮 我走了呗 对 嗯 所以啊 我据我个人分析 嗯 这个今日资本在退出的时候 嗯 退出这件事 嗯 和创始人一毛钱关系没有 嗯 他们之间并没有矛盾 嗯 而且已经开始扩张了 嗯 唯一的可能就是 徐老板 嗅觉非常敏锐 21年是什么年 哎 咱大家都知道 嗯 22年是疫情最惨的一年 嗯 22年上海出了事情 哎 徐新老板都被关在屋里了 对 他还在屋里头 这个 卖面包呢 对 但是21年他就退出了 嗯 你看这个时间卡的是不是有点准 嗯 好 22年 上海出了事情以后 23年放开了 对吧 哎 到今年24年 比23年还惨 23年就很惨 嗯 到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整个 投资圈 一级市场 嗯 击骨传花的故事 都不存在了 没有人 任何人接盘 嗯 他在21年 高位退出了 嗯 你们想想人家的段位 牛逼 还把新加坡的国资都拖进来了 哎 嗯 这和 韩玉龙没关系 这和曼那都没关系 对 对吧 不然的话 真的就像你说的 不可能说他退出了 反而要大举扩张了 你想刚才我说的呢 我说 我在北京看到那家曼那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嗯 21年 对 所以说 证明今日资本形式上 也许他还有影响力 因为他过去那个人还在 嗯 退出的前和后的 这个战略上 没有任何变化 对 早就定好了这个战略 嗯 人家就是高位套个县 这么说还是挺合理 干得漂亮 嗯 徐老板干得漂亮 哎 但是呢 到了现在我们就会发现 今天出了这个事情 对吧 嗯 啊 破咖啡粉也好啊 这个打架也好 就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如果我们回看刚才某高老师去说的 好像 似乎可以理解了 就是说 他其实并没有因为啊 我要 做精品咖啡 对吧 我来控制这个规模 就是我们所谓的 不可能三角嘛 就是啊 好咖啡 高出品和成本低 我满足不了这个不可能三角 那怎么办呢 我的屁股要坐在哪一边呢 他仍然选择坐在了扩张的一边 这个应该是一个 换了一个理智的人啊 嗯 他都是会这么选的 甚至我是觉得 因为网上也有一些传闻 但是我没有找到实锤 毕竟这不没有 不是一个上市工作 查不到怎么做数据 说是有一些对赌协议 就是你在什么什么时间之前 你必须要上市 否则的话 我要以什么样的价格 回购你的创始人的股份 就是很老套的桥段 是吧 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 Manner咖啡啊 嗯 刚才咱们讲的 这个文青 看起来就是一个豆瓣用户的 韩育龙同学 跟现在今天的Manner 没有关系 你甚至不知道韩育龙在做什么 如果你在搜的话 你可能搜到很多结果 比如说韩育龙在研究什么 咖啡产业链上游的 对对 种豆下了 就是他跟今天的Manner 几乎没有关系 嗯 他不像京东似的啊 创始人跟这个公司绑定的这么紧 有很深的影响力 对 他是没有影响力 没有 现在Manner就像是一个机器 对 只不过他把大量的咖啡师 卷在里面变成零件 哎 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瑞幸 嗯 咱们聊聊瑞幸啊 瑞幸跟这个Manner呢 有一点点相似 大家听啊 嗯 get一下这个这个感觉 嗯 咱们再聊聊陆正耀 哎 陆正耀这个人也很传奇 嗯 他第一个有名的出名的创业呢 是神州租车 对 神州租车 对 他在神州租车有几个贵人 其中一个呢 叫 呃 忘了叫什么了 刘二海 对 刘二海 刘二海 这他们一直在绑着坐 一个叫黎辉 嗯 嗯 这两个人是投资机构 哎 相当于说帮他把神州租车这件事做起来做大上市 然后他在神州租车之后呢 带了一大票神州租车的老部下非常信任的创办了瑞幸 哎 哎 这个陆正耀呢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明星创业者了 嗯 其实他岁数应该不小了 我没有看他多少岁 太不小了 嗯 那个时候瑞幸的形象是很正面的 嗯 他又找了很多明星来代言 我记得这个他那个CEO一个女的叫什么 那个钱志亚 嗯 他CEO是钱志亚是原来他在神州的老部下 嗯 当时他就讲一句话嘛 就钱志亚讲的像资本讲的故事就是说 你看 那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对喝咖啡世界上上瘾 这是多大的市场 嗯 这一下就 哎 把美国人说明白了 就点燃了呀 对 所以上市了 上市以后呢 没想到 嗯 出了那个造假的丑闻 就刚才咱们说那个不管是单号也好 很多配套的 造假 然后被人家这个做工机构发现了 哎 爆出来了 开始还不承认 最后没办法不承认 人家把证据都po出来了 对 这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造假 因为 这个 到现在也没有说他是怎么造的 嗯 或者陆正耀跟造假有没有关系 嗯 但是我跟你讲有一个 背景 就是 刚才说了 他那个黎辉和刘二海 是他的 知遇之恩的 第一桶金的投资人 他们关系非常好 嗯 但是 这个瑞幸被爆了造假丑闻之后 财富家丑闻之后 就切割了 这俩哥们是动作最快的 对 但跟我没关系啊 对 嗯 你们想 如果陆正耀跟这事没关系 都是钱之亚自己干的 哎 这俩哥们跟他关系这么好 怎么能这么切这么快呢 对 怎么跑这么快 这就是事实上已经说明了 就是你陆正耀自己干的 嗯 然后切割了 并且还搞了什么独二计划 特别狠 对 意思就是说 你跟钱之亚 你们凡是跟这个财务造假有关的人 哪怕是在二级市场上 股市上买的股票 都 第一没有投票权 嗯 第二不能交易 嗯 就是说你买到手就是废纸 嗯 人家就出了这么狠的协议 就把这俩人赶走了 嗯 赶走以后呢 瑞幸变成什么呢 你发现瑞幸在 各种各样的媒体啊 或者是这种声音就不多了 嗯 它就像一个机器了 因为他没有任何创始人的色彩了 对 实际上原来的瑞幸带着陆正耀 带着钱之亚的这种性格特性 他有点像京东的刘强东 哎 他是跟这个创始人的风格非常性格鲜明的 就不说性格怎么样 他最起码说性格鲜明的绑定在一起 对 但是他们被赶走之后 但是他们做了库敌啊 嗯 库敌一会再说啊 哎 那就很有创始人风格了 对啊 那这时候瑞幸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就像今天的Manner一样 嗯 就是一个开足马力的机器 嗯 只不过瑞幸我觉得比Manner更人性化一点 嗯 它是机器的归机器 人的归人 哎 Manner是机器的也归人 对 这个就 嗯 要了命了 对 因为瑞幸用的都是自动咖啡机 一个间就出品 第一是瑞幸自动咖啡机 第二人家人也够啊 对啊 没有说 我没见过哪个瑞幸店就一个人的 我也没见过瑞幸店有七个摄像头的 对 瑞幸店我我看也就一个 一两个吧 嗯 你像我公司楼下那个瑞幸店哈 两个 有时是一个 肯定是那个去吃饭去了 或者上厕所了 两个人 嗯 而且因为我写字楼没有这么高档 我楼下那个瑞幸到周末不开 哎 人双修 对 特别好 哎 特别好 对 但是你看那个 Manner 没有 我没见过任何一个Manner说周末不开了 我反正没见过 对 这就是一个人的异化 异化成机器了 对 这里边我最 嗯 不爽的点 嗯 就是他把人异化成机器了 他的产出又没有机器那么好 而且服务为 为什么服务呢 是为他表演精品来服务 嗯 他不是说我真的能做一个比人家好很多 嗯 有显著差异的东西 那差异小到 忽略不计 对 甚至说这个差异会带来负面效果 对 因为他人的效果一抖动 可能还不容易极其除的好喝的 对 你就是为了一个仪式感 嗯 他大神一样 前摇特别长 嗯 这个前摇还是规定动作的 对 这个事情就有点 我觉得没有意思 嗯 我准备要抵制他 你 继继继继继往后说 对 说小事啊 可以给大家过一过这个 精品咖啡店的兴衰史 嗯 这件事情怎么说呢 精品咖啡店这个东西呢 我还稍微有一点点了解啊 嗯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 叫所谓的精品咖啡店啊 国外我不知道啊 但是第一次在国内 接触到 其实是在上海的2008年 有一个朋友 干了这么一个精品咖啡店 这个咖啡店呢 叫NAP咖啡 NAP咖啡 这个创始人啊 我们科技乱顿的朋友 应该都认识 老一点的都认识 这也太老了 对 这个创始人呢 是HighPDA的站长 叫朱一 我都不知道他是哪俩汉字 我也不知道 其实因为他每次写 都写这个PG 其实跟Manner一样啊 也是在特别小的一个店里 也是那种街边店 十户门那种 进去之后 他有二楼能上去 我还特意去过 我告诉你我没敢上楼 怎么呢 那个环境巨领异 他不是那个灯火通明那种 黑了乌冬的 黑了乌冬的 那种小店 然后上去 据说那个上去之后 那天他是没开张还是怎么 我也不知道 据说上去之后 非常有雕雕倒是 很有雕雕 但是我没敢上去 这种大家可能 就是能想象那种氛围 对 是有一个小的雕雕那种氛围 但是毕竟那是2008年嘛 对 大家注意这种店的氛围 就是一定要戴 这个皮绳的围裙 压舌帽 最好是还有圆眼镜 马上这画面感觉出来 对 就是那样 而且他的屋里的一个偏暗 黑墙 然后木制的桌面 就星马克那种木制桌面 对 整体调整要偏暗才行 这总是精品咖啡店的特点 精品咖啡店 别管咖啡豆怎么怎么样 反正价钱卖上去 人家豆也有故事 人是从世界各地精心挑选的 说每一般咖啡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而且很多咖啡豆来自隐秘的中美洲的小农场 只有特定季节才能采摘的 我觉得它是因为它这个时间太早了 太早了 它这是哪年 零几年 零八年 对 实际上到今天精品咖啡的概念已经比较普及了 我顺便给大家讲讲这个精品咖啡店和咱们快餐连锁的区别 在哪呢 它的区别主要在于说精品咖啡 它是主要以手冲为主 它更强调的是说 你能不能喝出来我这个豆里面强调的不同的风味 有点像香水 还什么前调中调后调 如果你能把这个风味喝出来 这是一种乐趣 一种趣味 我觉得是一种小众的 不是特别 但是我圈子里边的人 大家能get到的那种小趣味 就要是像红酒之类这种东西 但是这些人对咖啡因的追求不是很强 因为这种烘焙的咖啡豆都是比较浅的 它那个咖啡因没有特别出来 吸出没有特别 对 然后反过来呢 我们会有一种 我把它叫做功能型的咖啡爱好者 他们主要以这个咖啡因 我就提神 比如说 射出 我每天早晨都得喝 我自己家手冲的 不管事 喝完了以后 我还得上边 描效不行 对 我还得来公司再来两杯 就是我是要咖啡因的 咖啡因最好的 因为是意识拿开水蒸汽蒸出来的 那个是最足的 那个玩意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奶茶 就是它的乐趣在于勾兑 就你要拿茶比较的话 精品咖啡就是那个各种茶 今天这是毛峰 碧罗春 那是什么什么 各种单品 是吧 但是你勾成奶茶以后 也无所谓什么茶了 对 但是你往里对的东西才是你的乐趣所在 第一好喝 喝完了爽 第二呢 我今天又喝到新口味了 这个是意识咖啡的 所以我在星巴克里喝美式这属于邪教是吧 邪教 邪的不能再邪了 好吧 美式咖啡呢 实际上你看人家美国主要是那种低漏的壶 或者是手冲 这种比较淡的咖啡 但是意识咖啡特别浓 所以意识咖啡你不对东西啊 你直接对水 它就变成现在那美式了 但是味道又不是特别对 但是我现在也喝美式 对啊 就有一种我没有在喝 有一种健康的感觉 对对对 里面没料嘛 对吧 所以为什么现在包括Manner啊 都选意识 它的点就在于 意识咖啡是一把那个咖啡豆都炸出来 对 快 效率高 然后他全选那个轰的贼神的 一致性很强 对 因为你手冲那个玩意儿啊 你每一批豆子 每一次冲 都不一样 手法都不一样 对 爱好者还可以 但是你对于 比如说我就是想喝一杯 那么今天就酸了 明天这个味儿 后天那个味儿 预期不一致 对 我之前我记得 我写一个Blog写过了 就是星巴克给你的点就是 你就算到了非洲 你进一家星巴克 你瞬间就感到跟你们楼下一样 也能破味儿 回家了 对 就是回家了 装装潢 摆放那个 你说这个跟麦当劳没区别 对 什么连咖啡味儿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劲儿 一出国想家了 就吃个麦当劳 他就是营造这个氛围 所以这两拨人 就是两拨消费者 真的不一样 对 所以那个Nine Coffee 最后也没做下去 除了创始人兴趣转移之外 他后来又做什么 那个有机食品啊 之类那些东西去了 但是我觉得主要原因 还是那个豆太贵了 其实这特别贵的豆 就像你说的 他没有办法咱口凉咖啡喝呀 三四百一包的豆 别说三四百一包了 我喝过三四百一杯的 你看那一杯15克豆 15克 那比咱们什么中国的 那个碧罗春什么 可能都贵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 没有喝出来什么特别的 可能咱的嘴不行 我可能最贵喝过六七十的 我也没喝出特别 所以这种消费不是常态 哪怕你是在上海 对 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 这是我全程见证的一个精品咖啡店 我们家里有老人可以去打听一下 这个店叫鱼眼咖啡 创始人呢 跟我很熟啊 关系非常好 关系特别好 所以我就不害怕了 但是我见证这个 从一家店开到一片店 也是拿到了钱嘛 复制扩张 然后到最后一家店都没有 到现在的这么一个过程 他当年啊 在哪呢 在这个三里屯 开到他第一家店 三里屯哦 但是那个时候 三里屯北区 不是南区啊 北区 甚至是北区还没火 台股里 就是台股里 台股里也多贵啊 当时不火 三里屯刚坐起来的时候还不火 那这酒吧街头还没清退呢 那这不火 所以那个之后给他的房租不高 他就在那个角那儿 开了一家鱼眼咖啡 然后呢 他也是坚持这个精品路线 创始人是从Apple出来的 从Apple出来的 Apple出来的人 我跟你讲 花钱一轮的 Apple 中国零售店 就是他一把手给戴起来的 不是大别吧 不是 那是靠羊猫的 对 然后呢 他就选择了把自己的店 开到了Apple领售店的旁边 三里屯吧 然后呢 一家店呢 开的时间 其实挺久的 为什么开的久呢 是因为三里屯一直没涨房租 因为他一直 液态没有起来 当后来液态起来的时候 涨房租等等这些问题出来之后 扛不住了 就扛不住就撤了 然后呢 沉寂了一段时间 后来也是跟上了这波风 一般年啊 这段时间 这股风 也是拿着了投资 投资人我也认识 也很熟 还跟他录过节目 就不说是谁 然后呢 投的钱 大量的扩张 他当时走的也是 好喝的精品咖啡 这样一个噱头 但是 他跟Manner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我不便宜 那他真当精品 更毁了 我跟你说 这就是拿精品这事啊 真当精品了 这一下子就更毁了 我跟你们讲啊 在座的听友们 你们要做咖啡啊 你得学Manner 你得不能把自己骗了 你说你是精品 你按照那个连锁咖啡的路子做 可以 你别说自己精品 你真按精品做 他是真按精品做了 那你成本下不来就完了 对 他是真按精品做了 这个创始人 非常非常的有理想 他想把这件事情做 他的另外一个合伙人 就是常年沉浸在 这个咖啡行业里面 一个非常资深的玩家 然后呢 这件事情显然资本一撤 一凉 这事也就干不下去了 但是哥们挺牛逼的 现在在印尼 干了一个咖啡连锁 据说 吸取了当年的经验教训 现在在印尼干的巨号 走到海外去了 这事 人在海外做的就好 因为他可能是吸取当年这个架高啊等等这些 印尼也行 印尼其实很大的 它是个大市场 它是个大市场 印尼要是把它的岛跟岛之间的海也算的吧 都填上的就厉害了 跟中国一边的 对 他豆子真的好 就是说跟Mander 就是刚才你说Mander那感觉不一样 他这豆子是真好 但是 我只喝得起 他送我的 哎呀 豆子这个事 我觉得是玄学 因为我今天去皮叶咖啡 皮叶咖啡 不是也觉得他也挺高端的吗 我挺老高 喝一杯咖啡 我们俩加起来 我一买单70多 我特别心疼 对 基本就是这家 我一回头一看 这个云南的豆 然后他还弄一大海报 说这是为了支援云南山区的什么学生 这是我们特选的云南的咖啡豆什么什么的 我在说 云南一般豆 我们都觉得它是第一段豆子 现在不了 现在云南豆子现在往高端再走 对 这个也是 我刚定了几公斤的云南豆 回来给你尝尝 今年 我跟你讲 今年咖啡豆是大涨价 可能云南的豆子成本上有优势 大家在云南豆上在做的文章 现在星巴克很多也是云南豆了 再说回来精品咖啡 反正这两个精品咖啡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刚才说的 要不然咱扩张 咱放弃那个精品的理想 要不然咱就开一家店 当个生意做 当个生意做 你看我公司楼下那家咖啡 我就觉得我特佩服他们家 他就一家店 叫绊绊咖啡 天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那家店 台湾老板 自己在店里红豆 自己在店里卖咖啡 都是那家店 晚上红豆 白天卖咖啡 那天天的 哪怕是工作日 都能做满 夏天现在外面搭个棚子 大家在太阳底下喝 他是做的是真好 就是你真能喝出口感来的那种 他扩张不了 他不扩张 他也扩张 他很清楚 因为就他一个人 对 就是一个人一个店 干的也挺好 但是你就别把这俩混在一起 那就调到了 今天这个坑里 对 既药又要了 对 既药又要 还有 所以这事也没有办法吧 其实精品咖啡 很多了 咱今天时间有限 就不赘述了 什么 阿拉比卡 阿拉比卡 百分号那个 对吧 我也喝过 I'm done的 对吧 这些 其实有很多 但是现在我们查了一下 他们背后的数据 活的都挺难受的 说实话 对 我还是那个句话 我其实基友巴这地方 我没事中 我就在那逛 你马上暴露 你是哪公司的了 都有 对 但是我真没觉得 这个所谓的精品咖啡 到底超出多少 喝不出来 尤其阿拉比卡 我是喝过好多次 我都没喝出来 M也喝不出来 我还觉得他背的比别人小 是小 M的背小 对 就很生气 对 所以 今天聊来就去 最后还是创始人的故事 你要有情怀 我们都说创始人要有情怀 你包括徐心头的这些项目 你看都是创始人很有情怀 这样 确实是 是你创始人的一个特质 你没有这个特质 确实 作为投资人 确实也不太敢投 不如我现在换外思考 如果创始人说 我就是做个生意 就这样 就挣这些钱 你投吗 我可能真不敢 对 你作为创始人 这事你得演 我跟你讲 你得跟投资人表演的 你有情怀 投资人也知道 你妈是在表演 但是他也不戳穿你 他也不戳穿你 为什么呢 你都愿意豁出脸来 跟我演了 你也就证明 你其实是有诚意的 对 虽然是你在演 你要是真的 我还不敢投了 精神不太正常 对 也有这个问题 对 所以 另外一个话题 你看咱们刚才说库迪 对吧 提到库迪了 就是没有往下说 咱可以说说库迪 就是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咖啡 干的不好 要干咋 那为什么这个 陆正耀要干一库迪 他就行了 陆老板怎么又来干咖啡呢 你都让瑞幸给干出来了 对吧 怎么又来干咖啡呢 这事很有意思 其实他不是出来就干咖啡的 他出来还开面馆 对 那种面馆很火 玉制菜 对 就是这几个 玉制菜 他幸亏没做什么新能源 我跟你讲 对 他做新能源 他彻底就是假会计了 其实他挺惨的 因为他当时 反正不管他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反正他造假了 被赶出来以后 神租租车董事会也把他开除了 因为他的股权有很多质押的 那就到欠债了 直接就变成欠债了 他就现在号称欠十几个亿 十八个九个亿 火 那你说到这个状态 当然他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女孩 就跟他十几年 钱这样 钱这样 然后也出来了 那他们怎么办呢 最后落的还是咖啡行上 库迪神奇就神奇 再说 库迪没有融资 他不欠还欠十个亿了吗 那他哪来的钱 不知道 我天 我是想 这还欠十几个亿 让你自己花钱 你也扩张 顾迪可能省点事 就是 他就盯着 他不用看电选址 他盯着瑞信开电 对 哎呀 我觉得 这大哥呀 还不如退休呢 对吧 退休那十个亿怎么还 就 下周回国嘛 嗨 就跟假怪机投奔一下去 是吧 对呀 那可能他也不太能说 也没法带货 哎 哎 反正我觉得他挺惨的 嗯 这个库迪呢 是 你典型的 刚才说的创始人 就是 咱们以前说过啊 企业文化就是创始人文化 哎 库迪还真是他的文化 哎 咱们看过那库迪拉那条幅吗 啊 对 那我亲眼见过的 这条幅什么呢 就是库迪开在瑞幸隔壁 哎 对吧 并排两个门脸 嗯 库迪那拉一个横幅 叫 瑞幸创始人 9块9请你喝咖啡 对 没错人说也没毛病 是没毛病 那是瑞幸创始人 但是你又没有感觉 这个 这种小心思 就很脾气是吧 哎 这个小把戏 就是 处处露着 这家公司的 小 嗯 就是小 嗯 这就是这个人 嗯 这个老板的小 风格 就是他的小 嗯 那 这话说回来了 曼娜这两个录像是谁放出来的 哎 这事吧 哎 这是我们 我们一直在猜测的事 我们可没说 是吧 嗯 这事特别有趣啊 你说这两个录像一定都是自己家的摄像头的 嗯 就是自己人放的 对 而且 自己人放吧 怎么还同时两家店还不同的店 嗯 能赶在一起放 对 这家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 这就是曼娜自己放的 嗯 他神经病 哎 他有病 这可能不是 嗯 第二个就是 有别人受益的 里边的人 嗯 或者是里边的几个人 嗯 在同时行动 嗯 还是一致行动 对 谁受益的呢 嗯 谁那么小呢 哎 哎 不好说 我们啊 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啊 就 因为我要大量的查办案的资料嘛 不仅仅是今天 我们看到 这种两个视频 同时的各种的造势上热搜 有很多的操作的痕迹 嗯 把这件事情放下不说 我们看之前 我们居然搜到了大量针对Manner的黑稿 哦 没爆出来 没有火 通发的黑稿 就是那种发通稿你知道吧 就是各个媒体 我给你钱 啊 一发发80多个媒体 长都一样 长都一样那种 嗯 通发的黑稿 大量的 就甚至污染了我的搜索 我想搜嘛 嗯 就是好多都是这种 所以这件事情是谁干的呢 我也不知道 对 也不知道是不是 什么敌 哎呀 这个是难说 但是啊 我这事我得 咱们得先端正一下态度 嗯 就是Manner他自己 这问题一定是存在 我们说了这么久 其实说都是Manner自己的问题嘛 他确实存在 对 而且他这种异化人性的事 我觉得也 尝不了 他说的时候 我觉得尝不了 不到要持续 他现在缺一个工会 来捶他 你敢吗 那就 你敢成立工会 这个 等中美合并吧 你中美合并又跑进进的到合并来了 我们呼唤 我们呼唤大洋彼岸的工会 来捶一下这边的资本家们 哎 是 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也没有特别好的 所以 还是回到我刚才说那句话 有的时候创始人 真的你要在资本和情怀之间找这个平衡 资本的回报 甚至说这个资本的回报里 其实掺杂着你个人的欲望嘛 我要把这个公司上市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有我个人目标在里面 有这些东西 但同时呢 你可能也会有自己的初衷和品质 这两个事情 在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该怎么去处理呢 你这时候你看 陆正雅 韩玉龙 你看他们俩的结局 都是不大不太好的 都失去了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的控制 对 陆大哥呢 失去的更彻底 还欠了点 韩玉龙呢 还在 还没到内部 但也没有什么控制权了 对 那这是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宿命 宿命呢 新时代的宿命 因为过去的你看 不管是马云也好 刘强东也好 他们都有巨大的权利在公司里 对公司有巨大的控制权 走了一段以后 发现不行了 还能回来 这个就已经变成机械化了 就是这公司本身是机械化的 我把你的魂抽走了 对 你创始人就甩出去了 你好一点 你还有你的财务收益 你不好一点的 对不起 你欠18个亿 我们还要不要创业 是 其实最近一周 一直在跟大家在讨论 最近参加北大创业营 请大家创业的理想 目标 愿景 困扰 焦虑 我现在就越来越觉得 算了 你们找个班上 我现在是这么想 刚才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 还是可以创业 还是要创业 但是我们有一个底线 底线就是你要善良 你看 如果说我们创始人 总归有一天 或早或晚的 会被从你自己 创办的这家公司里甩出去 你这公司已经装上 火箭发动机了 你创始人腿不行 你肯定会被甩出去的 那被甩出去的 你是脸着地 还是屁股着地 你有没有体面的被甩出去 你看陆正耀和韩运龙 就是一个善良 一个不善良 那个做假了 他就脸着地了 对 现在资本圈 全世界都知道 资本圈提这个名字 对不起 就拉黑 背调就过不了 只要有他 对 另外一个人呢 虽然也失去了控制力 但他仍然是 有可能还在公司里 是精神领袖 有可能在公司里 还能负责一个 垂直的一块 没有这么惨 他也有他自己的财务回报 也还可以 是 所以要善良 我觉得要善良是底线 至于要不要创业 这个看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性格 对 或者是市场 现在的状况吧 对 对吧 对 行吧 给大家分享分享 Manner的故事 我们也没什么结论 最后我们说 操作痕迹 有点大 对 有点大 过程中我们也提了不少别的人 大家有兴趣 可以跑一跑 再去跑一跑 他们的故事 如果希望我们讲 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而且关于这样的节目形式 你们爱不爱听 也欢迎反馈给我们 我们看要不要多录一点 这些故事我们还挺多的 看怎么讲 好吧 行 那我们的这头一期 跟大家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的反馈 那再见 拜拜 好嘞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播客节目 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 微博朋友圈 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 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津津乐道播客 天津的津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